蓬佩奧與瑞士外長卡西斯 在貝林佐納召開新聞發布會 討論中國與伊朗議題 蓬佩奧呼籲盟友 提防中共違反國際規則的擴張行為 至於伊朗問題 蓬佩奧指華府已準備好與伊朗對話 不設前提 但又指伊朗要表現的像一個正常國家 他稱 美伊關係的問題根源在於伊朗過去40年的政權 而不是華府做出的制裁 新唐人記者嚴峰 雨薇綜合報導